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大菊这么生气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又去楼下喂猫了 然后我就先遇到了小黑 这个时候大黄菊的老婆也过来了 你老公呢 大黄菊的老婆属于那种比较胆小的猫 他老公要是不在的话 他是不会靠近我的 然后小黑就在那里吃饭 吃着吃着还凶了一下那个小母猫 凶完之后那个小母猫就跑了 谁知道他去摇人了 小黑吃饱了还在悠闲地散步 他并不知道大菊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果然只要他老公来了 他才敢靠近我安心地吃饭 这个时候大菊一直在张望着什么 我以为小黑已经走了 这个时候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好在是小黑跑得快 然后我又把大菊给叫回来了 你说这玩意儿我要带回家 邦邦就给克鲁克两拳 看beiten 倒门 震散步 ave